大家好,我是Helie 很多人都會說年齡是女生的秘密 當你還是十八二十以青春無特的時候 有人問你幾歲,你會毫不猶豫回答 但慢慢進入25歲 你會不會開始焦慮 覺得自己不再年輕 開始老了 開始變成中女的年齡 別人問你幾歲的時候 你會回答的,但很淡然 很平淡地帶過了 去到三十歲,簡直不敢想像這個年紀 究竟會變成什麼樣子 所以今天我打算拍一條chit chat片 告訴大家,其實三十歲並不可怕 有一個30UP的朋友跟你說 究竟三十歲之後我學懂了什麼 如果你對這類型的影片有興趣的話 千萬不要錯過了 如果大家都喜歡看這類三十歲女生的生活分享 記得按個subscribe和旁邊的鈴鐺 還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三十歲都可以生活得很精彩 第一樣我體會得到的就是 朋友不需要多幾個真心的就夠了 其實二十幾歲的時候 我都是派對人生 有很多不同的朋友聚會 很多party,認識了非常之多的人 覺得很開心,很精彩,相識滿天下 但慢慢地你會發現這一堆酒肉朋友 好像浮雲一樣虛無 當你有問題有不開心想傾訴的時候 你是找不到適當的人選 所以有幾個真心的朋友 給到建議你的朋友是非常之重要 用心去經營兩血插刀的友情 總好過全部都是泛泛之交 和朋友之間互相影響 互相成長是一件很棒的事 可能你會試過給朋友背叛 或者你覺得很重要的朋友仔 在人生之中慢慢消失 但是過去已經過去了 我們要珍惜的 是留在這裡 對我們很好的真心朋友 第二件事 應該很多女生都會重視的 就是關於結婚 我想以一個三十幾歲 還未結婚的身份 跟大家說說我的體會 愛情的終點 並不是結婚 這麼簡單 我和大部分的女生都一樣 曾經覺得自己 二十六歲結婚 三十歲前生孩子 這個人生很完美 但是究竟三十歲之後 沒有結婚 是不是一個Lusa 我現在覺得絕對不是 二十幾歲的時候 會覺得結婚有二人世界 再組織一個小家庭 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但是過多幾年之後 看到身邊開始有朋友離婚 或者沒有離婚的 很幸福快樂 有個小朋友 不過為了小朋友奔波 而沒有了自己的生活的時候 我開始慢慢體會到 這個模式 並不是我理想中想要的東西 沒有人會擔保結婚之後 一定永結同心白頭到老 其實感情和婚姻都需要努力去維繫 所以現階段 我覺得結婚並不是我最重要的事 反而你找到一個鬚眉 然後兩個人開開心心 用自己喜歡的形式去生活 就已經足夠了 第三樣 這兩年我是深深體會得到 原來漂亮是真的需要花錢和時間的 我們不能否認時光流逝和地心吸力 這兩個事實 樣貌有改變是正常不過的事 怎樣可以留住青春呢 真的要下一點功夫 以前我會覺得好用的東西 只要一路用下去就沒有問題 但這一兩年我真的發現 有些錢是不能省的 我最近和一個朋友聊天 她絕對不是一個貪美的女生 我們都很認同出去做肌膚 原來是很有幫助的一件事 因為以前我是持著自己皮膚不錯 不喜歡出去做的 真的會看到那個功效的時候 我們是覺得很驚訝 我不是想銷售肌膚 因為肌膚這件事 它不是整容 你不是做完一次之後 可能一年半載 三五年都不需要做都會維繫 它真的要長時間不停持續去做 所以是一個投資 究竟你對於自己的樣貌 有沒有一個要求的時候 是否想延長去那裏 這個預算大家自己去想 但在我身上 原來用很多不同的產品 再做了這些做肌膚 會看到那個改善 就真的深深體會到 原來想漂亮 真的要用錢去投資 要花下去 就會看到那個效果 好了 就算我們不講錢 講努力和時間 20歲的時候 我只要吃少三天 我已經馬上瘦得回 但當我去到三十幾歲的時候 你會發現自己的新陳代症慢了 你肥了的肉 真的要用加倍的時間和心機 才能瘦得到 真的要努力做運動 努力去控制你的飲食 所以當你見到一個 三十幾歲的女生 她又漂亮 身材又好的時候 千萬不要只是羨慕 她背後一定用了很多的努力和錢 除非她是天生荔質 那沒辦法 然後第四個體會 我覺得女生一定要有自己的興趣和事業 有心不怕遲 很多人都會覺得25歲之後 就不敢做一些新嘗試 或者跳出自己的舒適圈 但其實我想說 三十歲之後才是黃金時間 你會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不喜歡什麼 有一定的經驗和經濟基礎 是非常重要的 沒錯 二十幾歲的時候 是輸得起 有什麼事撞了把子 就從頭來過 三十幾歲又有什麼優勢呢 在社會打滾了一段時間 我們儲了一些經驗 可以分析利幣 評估風險 亦都儲了一些人物關係 大家都知道 識人好過識字 然後我們亦都儲了一些成本 所以我們不是盲中中去開始 無論是一個興趣也好 事業也好 他都可以充實你的人生 三十歲都可以過得很精彩 來到第五個體會 當你人越大的時候 會越來越多身離死別的場景 你會發現 珍惜和家人相處的時間 是非常之重要 小時候覺得爸爸媽媽很煩的 什麼都管著 然後很喜歡和朋友去玩 和另一半出去旅行 不會太在意家人這一部分 但是當我們人越來越成長的時候 你會發現和家人的相處 每一天其實都是倒數 你不知道哪一天他們會離開你 多點和他們聊聊天 和朋友去完一些餐廳覺得很好吃 帶他們去 分享一下你的生活 遲些去旅行的時候 問問他們有什麼地方想去 未去的馬上帶他們出發 總之不要讓自己有後悔的空間 千萬不要覺得爸爸媽媽是你的父女 因為他們照顧你的時候 從來都沒有覺得你是他們的父女 我現在就很深深體會得到 因為三十多歲的人 我還是在遊樂人間 但是我媽媽在我這個歲數 已經生了我 沒有了自己的生活 照顧著我 然後長大成人 是很辛苦的一件事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經常說我孝順 對爸爸媽媽很好 我覺得我是盡回我的本分 他們照顧了我這麼久 給了我這麼好的環境 我現在是盡我自己的能力 給了一些東西 可以回饋他們的照顧 是很興奮 還有他們是很開心的時候 我自己都會覺得是開心的 這個呢 以上五點就是我過了三十歲之後 慢慢體會到的一些東西 不是一些大道理 都是一些大家耳熟能長的事 但是我也很想告訴大家 其實稅數是一個數字 千萬不要被它虧限了 有什麼是做得 有什麼是不做得 真是心境決定一切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這類型的分享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下午三點和星期日下午十二點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у нас 快點 我們下條片 累秤 輕鬆